这样讲到五日限制上 所以这些抄底的条件供大家参考 好 欢迎大家到有看错 加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 稍后也来看一看今天的二位嘉宾 对接下来的市场如何研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股市 我是李琴在上海和各位 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 小票又是出现了一个加速下跌的态势 其实昨天创业版和科创版就已经走弱了 今天则是继续走弱 这个市场如果你只靠着中字头 你靠着四大行 其实是很难把整个市场的 这个情绪扭转过来的 甚至你也不可能扭转 这个市场的下跌趋势 大家现在一直在期待的 就是说是不是越跌 有更多的利好的政策 或者说越跌就会有国家队 进来不断地去抄底 甚至稳住这个市场 但是你会发现进来是进来了 但是人家抄的也不是 你手上持有的东西 也不是机构重仓的东西 更不是外资之前一直持续卖的东西 所以其实就是卖压的那边仍然没有解决 你买的那个东西 它本身就没有抛压 所以你看这样子的就是一种错配的 这个资金的一个表现形式 那这个没有买盘的这一部分的品种 它就会进入到一个持续下跌的阶段 那这个筹码出清的阶段 或者说个股在持续下跌的这个趋势上 没有得到扭转之前 那还有多少风险需要释放 这个位置上是不是还要再做进一步的检仓 稍后来听一听几位嘉宾的分析 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平台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接着咱们来了解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的一个表现情况 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 就是如果整个市场都弱 你光靠中字头那些东西 其实也是带不起市场的 那今天反而也就呈现了一个上攻 无力之后反手开始多杀空的一个局面了 那今天收盘点位已经到了2830点了 但是今天这个下跌是一个缩量的表现 昨天是3970亿 今天上证指数是3293亿 我们来看一下中字头的表现 在今天早盘中字头一度还比较强势 因为今天中字头早盘是跳空低开 留了一个缺口 这根上引线就是把这个缺口回补掉 但是到了下午 这个两点钟之后吧 开始有一个持续回落的走势 最后的跌幅是2.08% 那科创版和创业版则是更弱的走势了 就直接今天就是低开低走的局面了 科创50跌了3.79% 失守了700点的整数关 那创业版 创业版成指跌了2.47% 失守了1600点的整数关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国政2000 2.91%的跌幅 非常接近前低 前低是6338点 今天收盘是6370点 大概率明天就要考验了 最后来看一下上证50和北交所 上证501.45%的跌幅 今天也开始出现了调整了 那北证50在昨天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调整之后呢 今天是继续下跌 1.74%的跌幅 整个市场在尾盘 都是进入到了一个快速走低的阶段 那是否还要再进一步的减仓 为什么这两天持续的调整 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如何研判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 分别是边宏伟还有陈文 欢迎二位 稍后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观点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收盘数据的统计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在指数层面 指数层面 今天全线是绿盘爆收 科学创务林的指数跌幅最大 接近4%了 再来看一下市场成交额的变化情况 今天是一个缩量下跌的状态 今天三市的成交额只有6716亿 涨跌停加速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从昨天开始跌停加速就开始增加了 因为昨天上海本地股出现了分化 那今天呢就是上海本地股继续调整 然后昨天还强势的中字头 今天开始分化 因为上一周本身就是上海本地股比中字头 先活跌了一天 涨停加速是近5个交易日以来 涨停加速最少的一天 25家 赚钱效应方面来看一下吧 昨天我记得应该是9% 今天是6% 今天下跌的个股超过了5000家 在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一起来了解一下 指数尾盘快速走低 那么短期是否还需要减仓 A是的 B不是 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参与互动 参与投票 稍后咱们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对于今天市场的这个调整 到底是怎么看待的 那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如何研判吧 边老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这两天个股杀伤力非常大 尤其是以双创为主的 你怎么看为什么这两天双创跌这么多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表面现象就是还在初期嘛 然后左侧的买盘没有到嘛 股票的下跌如果从最表面的情况来看 就是卖的意愿的人要远比买的意愿的人要多嘛 那现在就是这样 卖的意愿的人很多 那卖的意愿的主要来自于几方面 一方面是两周前我们知道部分的产品 以雪球为主的一些产品 在500和1000指数为主的一些个股开始出现了调整 第二个是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多月以来 主要的买盘是来自于类国家队的一些资金 而他们主要护的是300和50 那这两个都是双创都没有护到 所以我们看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机构的重仓品种 依然在大幅度的调整 所以卖压是比较典型的 而买盘依然不济 对市场没有造成我觉得全面的系统性的风险 但他们的这个卖压最后的出清 我觉得差不多临近 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两容的数据下得很快 然后部分的产品 我们也知道在快速的做一些清盘和调整 所以从时间上来看 我倾向于在节前吧 大概还有一周左右 节前我觉得应该能见到一个低点 我希望这个低点是一个市场化的低点 如果说二七级是一个互盘互出来的一个指数的话 那么我们希望多个指数的共振在这里 我倾向于节后应该市场会出现更好的一个反弹走势 会更有操作性 如果说指数共振的话 因为创业版新低 科创版新低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 比如说前期强势的上证50 甚至上证指数 它也要有一个补跌的过程 有可能 但我觉得不一定会创新低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在2008以下的筹码 基本上是被内国家队接掉 这批接掉的人 理论上说是不会做差价的 所以筹码的锁定性非常好 第二 如果你在护生300和上证50这类型的品种上 你去杀跌 在这个位置你要去卖 那么你其实是要准备筹码卖出去以后拿不回来的 因为是明显的告诉你在这里有一只手探紧 我要卖 那你卖出去以后你买不回来 你为什么要一定要卖呢 其实这两天我们看到北上的卖压其实也不重 很明显是内资出现了一些 我认为是一些恐慌性的卖压 这些卖压可能背后是有些被动性的情况 所以从操作来看我觉得比较简单 上证指数50和300其实是在上周见到低点的时候 是放了大概连续两天的明显的放量 对吧 那双创指数也好 其他的一些小市值的指数也好 就等放量 一旦放量 一到两天 市场就应该见到这一轮调整比较大的一个地步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核心的问题是说 投资者短期还要不要减仓 如果按照您的这个判断或分析 是建议大家就先熬熬了吗 没有杠杆在这个位置 熊市的最后一跌没有杠杆在这个位置减仓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 我是不建议的 我说大部分人就是 你没有能力在这个位置做差价 有能力做差价的 你到这个位置才来做 是不是晚了一点 这个位置我觉得熊市的最后一跌 就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担心的是 现在是两千八 万一两千六 甚至更低 那你减仓永远都是对的 我觉得有几点 就是股票不是期货 所以如果你不加杠杆 你关掉电脑一两个月 没有问题 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 你要相信在这个位置下的快 上的也快 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对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 你在这个位置减仓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等两千六 那么如果到两千七了 你买不买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们也看到了 上证指数之前的三天的走势 对 就下去以后上来的那个V反 会非常快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 你要做这个差价吗 你有这个能力吗 第三 对大量的右侧的投资者来说 我经常跟一些朋友说 做右侧 我们举个例子 上周很多人说 两千七百点没有买到 到了两千九 很多人说会有会有回调的 回调的时候我就买 今天到两千八百五了 买不买 你买吗 到两千八百五的人说 会到两千八 到两千八你买吗 到两千七你买吗 到两千七你会觉得会创两千六 所以没有任何的 但是上来的那一刹那会很快 所以到了这个区域 对大部分的个人投资者来说 我说非专业 专业的人就是你今天上午买 真正是最近在做的好的 是上午卖掉下午买回来 他可能是这样去做一些差价 可能会好 到了这个位置 我觉得意义不大 但前提是没有杠杆 对 前提是没有杠杆的 没有杠杆 好 来听见陈老师觉得 这个位置上要不要减仓啊 这个话题其实 说起来要展开来讲 就不容易 不容易讲 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不同的品种 不同的风格 可能减不减仓 确实是不一样的 就以近期为例 我们看到近期 上海本地股走得很好 中智头 国企央企改革走得很好 那么像这类的品种 到了今天 你肯定要减仓 对吧 昨天就要减仓 是吧 那么而且这些比较 敏感的一些活跃资金的 一些做法 那么风格是然 它这个位置 到了位置 滞长了 震荡了 那你肯定就是要 你做对了 你要止盈 你做错了 你要止损 这是一方面 但是如果是说 作为一个长线的投资者 那原来的一些位置 买入的恐怕也是阶段不一样 如果你是 确实是很早 高位介入的一些品种 我们现在不只是腰斩的问题了 恐怕已经是 有的已经到了一个 打了多少折的问题 甚至三折两折的可能都出现过 那么还有这类的品种呢 如果它是比较边缘化的品种 以后产业逻辑 景气逻辑上面 也没有特别的一些转换的话呢 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 五千多家上市公司 随着不断的新股发行 可能还会增加 很多的品种跌下来 你想再反弹回去 我觉得恐怕是一种 是一种奢望 当然有些真的是 我们讲有成长性的 而且从这次跌下来 你可以讲是错杀的品种 那么确实到了 系统性的行情来了 确实风险也出清了 那么反弹上去 恐怕它会来的一个 比较好的给你一个回补 股价的一个回补 但是具体到现在呢 我觉得我只能讲一句话 你如果发现自己错了 你什么时候出来读不完 这是我经常在我们 朋友们交流当中 在我讲课当中 也经常讲到的 确实其实是有技术指标 技术图形给了你指引的 我经常讲的一个 很简单很简单的道理 强势的品种 正常运行的品种 它一定是要站稳五日线的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技术指标 但很多人它就没用 跌破五日线 你看现在所有的股价 是不是一路被五日线反压 五日线之下 你抄底也是不对的 同样你补仓也是错的 除非你站上五日线 重新走强 才能预示着你在今后 你可能有一个操作期 所以我觉得市场给了我们 这么多的指标也好 这么多的技术图形 均线系统 我觉得其实并不复杂 关键是你的内心 很多人一讲 我哪里错了 哪里对了 我觉得如果从大一点方面 你进来这个市场就错了 所以只能这样讲 很多时候我们要果断 我经常讲在这个市场 果断是生命 好 就是这个问题 确实其实是很难 就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答案的 因为整个这个市场 5000多只个股 对吧 你说减哪只 或者说是熬着哪只 真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过去这三年 有些票它涨了十倍 有些票它跌了三年 对吧 其实还是一个不一样的市场的结构 但是确实最近很多身边的人 也会在讨论 说这个位置上是继续熬一熬 还是说干脆果断的减仓离场算了 可是很多人又觉得说 哎呀这个位置上 让我减仓离场 那我不甘心啊 我都熬了这么多年了 是吧 我都亏了这么多了 我是不是得等一等 是吧 看看有没有转机 而且先指数也跌了这么多 那市场有没有出现一些转机的现象 咱们就来拨开来这个市场看一看 今天来看一个这个北向资金 因为在这两天的市场当中 虽然小票跌的快 但实际上北向资金我们看一下 它并没有大规模的持续流出 你看最近至少这红柱子 对吧 是频繁的在出现 即使它的规模比较有限 那今天呢 北向资金是最终流入了17.42亿 我们看一下分别互股通和深股通的情况 依然是互股通流入的比较多 尤其是在下午跳水的时候 就两点半之后加速下跌的时候 北向资金是一路向上的 互股通流入了25个亿 深股通则是流出7.6个亿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 是不是从这个现象来讲 也在说明好像是真的离底部不远了 边老师怎么理解呢 当然我觉得最近在卖的肯定是被动型的资金 被动型的资金 我们在市场发展了20年以后 我们看到很多被动型的资金 现在市场存在 包括几类 一类是大家最熟悉的杠杆类量容 这两天的两融的速度下得非常快 据我们所知是有部分的两融开始爆 但是两融爆它是一个慢慢慢慢下来的 它是一个保证金 到了你要补一点 如果不补我帮你减掉一点 减掉以后如果你再跌 再减了一个过程 最近两融是开始有一些 第二个是我们知道部分的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特别是老的私募 大部分是有平仓线和警戒线的 那如果你现在的私募跌到8毛以下 你的平仓线在7毛 你必须要卖股票 因为不卖的话 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可能你觉得这个位置是底部了 但你如果仓位比较重 再跌个两天 你可能就清仓了 这是一个被动的清仓 所以大部分的私募 从上周前一周开始我们了解 有平仓线警戒线的都在拼命的降仓 这个降仓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 同样的情况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11年和12年 我当时见过很多的私募 当时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这些人在12年最低的位置 把一些创业版的品种 在1000点以下平掉 他们之后都说 他说如果能多给他们两个月 可能就完全不同 但规则就是规则 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我们知道 最近从去年四季度开始 很多人收到了公募 公募有部分的因为 从21年20年的年终开始 有大量的公募发行是封闭的 封闭的公募到了今年 去年三季度开始大量的到期 这批到期的机民 我们看到有友商开始聊到 有一些赎回的压力 这个压力理论上说 一直要持续到6月份 但我今天在这里 其实我有些呼吁 就是对这些机民们 我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个位置去说 这个动作是很得不偿失的 我们理解这些机民的赎回 因为机民和股民不一样 股民它是看得到股价的 一个股票从20块跌到了5块钱 你让它去割 大部分人如果没有杠杆 它是不会割的 但机民不是 机民你说它持有了两三年 出来亏了30% 它没有一个高低位 它只是觉得 我投资这个资产失败了 那我不要了 我亏掉 然后我拿掉以后 我去买些债券 但这个动作本身 其实和从20块钱跌到5块钱 去卖股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其实有一些 这个位置如果你去卖 那被动的基金也要卖 卖的同时 它又会打压你的股价 很有可能你回过头来一看 是杀在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我依然坚信 今年市场一定会见到一个 近三年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低点 而且我觉得已经非常临近 非常临近的时候 就是这样跌的 很多人可能 我在上两周写了篇文章 我说13年以后的大部分投资者 是没有见过慢凶 因为15年是一波快凶 快的 对吧 18年也是一波快的 大家没有经历过慢凶 如果你经历过 01年到05年 经历过10年到13年的那种慢凶 你就知道有多难 慢凶的最后一跌 一定是极为惨烈 没有任何原因 但它有一个东西是对 很快和流动性相关 和基本面无关 我认为就是这个逻辑 就从元旦以后的这一波杀跌 整整接近一个月以来 基本上只和流动性相关 我们听到的最多的是 某某产品要爆了 什么东西杠杆有可能要破了 哪里要赎回了 所有东西都只和流动性相关 而和基本面无关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情绪和流动性 在市场里面的发酵 对股价的影响成为了第一要素 好 那你要知道 从另一个硬币的角度来看 机会也很临近 但这个机会确实很惨痛 因为它下来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去 这个位置去伸手接 因为确实有难度 但你也不要在这个位置跑 我说了 下得很快 上得也会很快 我觉得就是这样 你这个时候就熬一熬 如果熬不住了 就关掉电脑等一等 希望这个转折点 能够快一点来 陈老师也来说一说吧 因为今天边老师和陈老师 其实都是酒精沙场 因为在这个A股 咱们30年的时间 其实你们也是参与者 也是见证者 经历了A股的多次的牛熊的转换 那我不知道陈老师 通过你的经验 你感受一下 现在北向资金是逆时流入的 你会觉得说 我们已经离间底非常近了吗 我在节目当中 经常讲到一个话题 就是其实市场目前的环境 生态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如果我们是把原来的一些投资理念 投资模式跟现在相比 你会发现很多已经变了 我们的估值的体系 我们的跟踪股价也好 跟踪市场运行的一些模型也好 其实在这几年都发生了非常变化 比如说原来我们都讲过 这个六七年它就会有一个大轮回 怎么跌上去又怎么涨上去 甚至会螺旋式的上升 但是你看 事实上我们就从2015年下来到现在 我们有过反弹 但是又再下来 其他的不讲 就3000点在这位置盘横 争夺 甚至长期 这段时间在3000点已经 渐行倦远了 是吧 那你说3000点以前 我们多少年前就在3000点的 倍数上面都运行过 6124点是我们历史高点 现在我们只能望其向背 对吧 那你说 现在已经到了多少年了 6124点到现在多少年了 它不止六七年的一个轮回了呀 那么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呢 当年的市场是没有融资融券的 是没有股指期货的 是没有股指期权的 等等那些做空的也好 对冲也好工具是没有的 对那个时候就是单项做多 大家要获利都要做多 现在不同了 现在我做空也可以赚钱 那么到了一定的位置 指数会有压力 那做空工具就都出来了 所以这是又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呢 当年我们讲最初成立市场 所谓老八股也好 所谓多少多少个个股也好 我们原来经历的市场 一天成交量几十个亿 后来几百亿 到现在每天 我们觉得六七千亿都是缩量了 我是觉得是这样说 就是越大的一个市场 它的统计的标的品种 权重越多的话 它的分析起来的结果 恐怕差异就会非常大 所以你必须承认 股市其实是一个统计学 和心理学跟行为学结合的 而不只是单纯的分析科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在不同的 已经变化的市场当中 采取不同的一些策略 那我们都讲 这些数据到头来 都是统计出来的结果 当权重范围越来越大 我们的重心 可能会在下移的一个过程 好 接着咱们再来 从另外一个方向看看 市场有没有可能 越来越接近这个低点 因为我觉得 其实如果大家去富库盘 你会发现 首先我们票特别多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个股 至少在我看来 我觉得走势都不好看 我觉得走的都 破位的也有 长期下跌的也有 没有成交量的也有 反正都有 那如果说市场要起来 你总要找到一个风格 或者说引领这个市场 对吧 现在你看到的是中字头 你看到的是四大行 你不可能靠中字头四大行 再拉一个空间出来吧 边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你个股都已经跌得 稀里哗啦了 难道就是靠那些 在上面的东西 然后给你来一波行情吗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流动性支付支持 第二个就是你认不认可 市场在过去很久以来 A股市场其实对于 基本面的反应是 在某种角度来看是比较失效的 当然里面有一些制度性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的次新股 我们上市的大部分的股票的估值 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我们的新股 常年都是上市 都要涨50%100% 为什么 它上市的时候 它的市盈率发行价 是和同行业定价的呀 同行业20倍 它发20几倍 为什么上市它还要涨一倍呢 那它涨一倍以后 它是不是长期应该下跌呢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去想 那么它下跌以后 为什么一定还会有反弹呢 就是中字头的股票 从过去的五年的表现来看 它们总体来看 是最稳健和收益率确定性最高的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确认 就大部分的中字头分红 比较好的企业 其实再往前推 大概在一二一三年 就是我们对于大量的央企 能够分红的企业 要求他们更多的分红以后 如果你去把他们 做一个指数的话 你会发现 他们在大概一三年以来 这十年 他们的走势是比较平稳的 这是一个不同逻辑的 一个投资 就是A股市场这三十年 它发生了很多逻辑的变化 所以未来的A股的市场 它会有一些逻辑 刚才程老师说了很多 我们的市场的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 最后回到市场本身 它一定会发生着 盈利模式的变化 就是你还信不信 那些跌下来的股票 都能回到原来的最高点 我是不信的 我觉得1617年 我就说 我说20年经验清零 中国债务全面性的牛市 就是5000家公司 你要全面性的牛市 你需要多少钱 我们现在的证券化率 大概70%左右 从全世界来看 70%以下算低的 但高也就是120% 130% 你不可能要求 所有的股票都翻一倍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大方向来看 我认为包括这两天 我们在出的央企的一些 考核标准的一些变化 对于大型企业的稳定性 我认为我们未来 要有一定的信心 就是大型企业的稳定性 我认为 无论是在资金层面 从分红层面 从经营层面 这些企业进入到了 成熟期的中后段 他们会更稳定 更稳定 他们对于指数的作用 特别是大权重的指数 会变得越来越稳定 会有大量的长期资金 作为他们的底仓配置 特别是在中国 这样的利率环境下 那么对于小市值的品种 其实就是分为两类 我认为中国 一类就是 以概念里面 我们这两年 做了比较多的科技 科技我觉得还会有机会 当然前提是 我说的这个机会 就是偏短还是偏长 偏长就需要 科技的迭代和更新 是最后能够落地 就像一三年的苹果 对吧 如果不能落地 那就像这两年一样 反反复复地炒呗 题材会不断 因为全世界都等着科技来 让把整个经济 给拖出泥潭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说的 大量的小市值的概念 我始终认为 这一批公司 是需要经历 长时间的震荡调整 甚至是要经历 一次一次 我可能说这句话重一点 就是去散户化 中国三十年太喜欢炒 股票太多了 炒不动了 16年 17年以后 我们当时就认为 小市值的公司 当时大家就里头讨论 会不会变成港股化 会不会变成欧美化 欧美化就是逐步退了 港股化就变成僵尸了 现在又到了这个时间 大家还是要讨论 也许我们这一次讨论 依然是错的 可能到两三年以后 涨起来小市值的股票 垃圾股又飞上天了 它还是会回来 回来会跌得更惨 然后到下一次 我们还是会讨论 会不会去掉 我们现在说 5000家公司很多 多的是因为公司的加速 我们在不断地 让中国最好的一些企业 或者说相对有生命力的企业 上市的同时 总会也有一些企业 在慢慢地退掉 这一次房地产的清理 看到很多的企业就退掉了 它是被动去 那我们现在5000家公司里面 是不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说一半吧 10%到20%吧 应该逐步逐步地僵尸化吧 怎么样把这些企业的资金 给挤压出来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就这一波跌下去 我觉得春节后会有一次反弹 这次反弹以后 大家再去做甄别 可能时间点上会更好一些 好 稍后回来 咱们来说说操作 刚才从不同的维度 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市场在这个位置上 是否大家还要减仓 是不是已经离底部越来越近了 当然核心其实真正的 一个底部的起来 你要找到一个攻击的方向 而不是一个去稳定 这个市场的一个方向 有没有 稍后回来听听 第二位嘉宾的分析 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平台 来和我们实时互动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有看头加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郑林 来听一下她对市场的看法 郑林 你好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有看头加加油时刻 市场延续相对弱的走势 盘中热点也乏善可乘 但有部分方向表现来说 是相对比较出彩 那么就是业绩预增股 如何从中挖掘 有价值的关注内容呢 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版 在市场筑底期间 往往总是冰点和难熬 总是难免的 转折或许往往还需要 一个很大的契机 而往往在这个时候 企业业绩的预增 就成为赢得市场信心 和资金认可的重要砝码 反而能够成为弱势的市场环境当中 更加具备上涨希望的品种 而从最近的盘面当中 我们其实也不难发现 业绩优良的品种 已经走出了相对逆势的 强劲表现 而且也将年报行情 推向众深化 比如说中马船动 干能股份和中国海城 在指数今天再次调整的时候 他们却强势涨停 更有甚者走出 五天五板的强劲走势 而这背后的原因 就是业绩的大幅预增 这三家公司 在最新的财报当中 净利润都是大超市场预期的 而且少则是有千万级别的增长 多则是达到了一元以上的增长 无疑成为业绩和股价联动的核心推动力 因此现在又到了检验上市公司成绩的重要节点 自然是股价处于绝对超跌的情况的时候 业绩大超预期的公司更容易率先迎来触底反弹 并且受到资金的炒作 恰好今天我们也把年报大幅预增的低位潜力龙头公司名单 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 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那么同时在当前市场当中 还有哪些低位的年报预增方向值得挖掘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版 在本月31号也就是明天 A股全部上市公司企业年报预告将全部发出 当然这年报当中的橙色自然是有喜也有忧 那么对于业绩能够大幅预增的公司来说 无疑就是当下市场的焦点 那如何从这里面选择个股呢 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选股思路 我们从年报业绩大幅预增的个股当中进行筛选 剔除掉现在目前已经大幅上涨的品种 其次重点放在小市值的股票当中 因为他们的股价弹性会更大 最后从资金建仓行为加低位启动的两个维度 精选出了这份业绩超预期的潜力公司名单 领取方式也非常简单 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把这份免报业绩大幅大整超过市场预期的龙头公司品种 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如果您也想在市场处于底部区间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些业绩超预期的方向来进行底部布局的话 那么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份投资资料 同时我们看到之所以业绩预增 个股能够受到市场的关注 其实也是源于他们整个背后的一个基本面的持续推动 不妨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版 我们通过整个历年的行情当中也不难发现 每逢业绩披露的窗口期 A股其实都会有年报的行情 而且整体年报超出市场预增个股的一些表现是非常强劲 而且有韧性的 我们跟踪了2013年至今的10年的年报行情 发现在这10年当中 有年报行情的次数是达到了8次 而在上涨超过50%的4次年报行情大年当中 年报预增品种依旧具备了明显的超额收益 当中又以年报增速最高的前20的品种 在次年的一季度明显具备了超额收益 同时我们从股价超跌加技优的维度还跟踪到了 业绩高增长指数近5年累计收益率是高达165% 远远高于互生300的同期32%的累计收益 这也充分说明在当前市场当中 同样经历超跌的个股 弹性最大 资金关注度最高的就是业绩和股价落差 比较大的一些技优公司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把年报业绩当中 大超市场预期的一些核心低位潜力公司 都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 您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 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来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有看头家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加值一算 今日一开盘 我要动啊 那六成的股价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冲我的 九分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 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 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 新荣惠民全新为您 老凤翔藏宝金提醒您精彩继续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弥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九十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欢迎回来 在说具体的操作机会之前 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今日股市的边前会 现在已经是登陆到了 抖音有看头加APP直播间 我们在每一个交易日的下午五点钟 都会在这个直播间和大家来互动 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 有看头加APP直播间抖音号 给我们来关注起来 然后在每一个交易日的五点钟 和我们来共同互动 那么有我们今日股市的嘉宾 包括我们在直播间 其实会增加了很多的 这个互动的环节 如果你有什么关心的问题 或者说你想表达的各种观点 都可以在有看头加APP直播间 来跟我们互动 也相信通过这样不同的 一种节目的方式吧 大家应该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也会有很多的收获 像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是彪小师和陈老师 这个给我们来分享了一些 就是他们自己所擅长的 或者说他们所关注的 当然也回答了很多 我们网友们的问题 所以请大家到我们这个 有看头加APP直播间 抖音号 关注起来 每一个交易日的五点钟 让我们不见不散 好 接着呢 咱们就来说说操作吧 其实在我们的 今天的有看头加APP直播间 很多人也问到了 这个中字头 上海本地股 现在该怎么看 这个咱们请陈老师 过来分享一下 因为昨天 其实上海本地股 就已经开始分化了 那今天呢 中字头也开始分化了 而上海本地股 则是大面积开始调整了 先来说说上海本地股吧 后市还有机会吗 好的 那么可以讲 从上周到本周 如果讲市场在这种 相对落实震荡的行情当中 有什么亮点 或者是有一定 可操作性的行情的话 那么也就是 上海本地股 以及中字头和国资央企的 这一块 这两大主线吧 应该来讲 这也是本次 有一定反弹行情 大家都看到 上阵中止 包括总体 当时有过一波反弹 也就是说 上海本地股和 中字头的反弹 跟大盘是有过一波共振的 当然到了这两天 我们看到又出现了 剧烈的分化 以今天来观察呢 其实PK淘汰赛 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 也就是说 我今天看了一下 能够保持到 效到现在的 还在联版的 中字头和上海本地股 各有一个龙头高标 还在维持 分别是 上阳投资 和中式传媒 那么我刚刚前面 跟大家也分享交流到 就是说 其实股市是一个 就是统计学 意义上的一个市场 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去按这个 每天它晋级 不断地这个梯队 向上运动的过程中 它会不断地被PK 被淘汰 那么它这里边 如果说有操作性的话 那就是你根据你 平常观察统计的结果 你会发现 哪些品种 真的到了哪个位置 它就差不多 要开始被PK掉 或者是掉队了 那我觉得到了今天为止 操作性已经是 非常差了 就是说你一路的掉队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品种 就你已经不能去进入操作了 我经常讲 像这里的品种 断板一个 你就放弃一个 那么到了后边 那你就不用去参与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同样是按我们统计学意义上来讲 它会出现底部补涨的 今天我们也看到 有浦东建设的反抽 有华建集团的反抽 那这个就是非常经典 或者是典型的 这种什么呢 主线行情当中 梯队断板 然后呢 低位补涨 或者是反抽又开始 所以这个行情 上海本地股结合 中字头来讲呢 我觉得还没有结束 但是可操作性已经非常差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虽然他们会有一些 零星的亮点还会在表现 但是短期已经不值得参与了 就可能这个热点还在 毕竟情绪 对吧 到温度到这了 但是操作难度 已经是非常大了 其实就观望就好了 是吧 陈老师 好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央企中字头 这个边老师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就当然一个 从短线的操作的角度 刚才陈老师已经说了 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 比如中石油 是吧 今天应该是 有一个上引线 最后是平盘收 然后还有像中国铁键 就这些其实应该 不仅仅是回约有资参与的了 是不是有国家 对他还是说机构 真的是在这个位置上 要进一步地做多 中字头的品种吗 我觉得如果市场继续下跌 就是其他的 那做多是必然的 但我觉得在这个位置 你加的意义呢 不高 因为这个位置 有很多的股票 它慢慢开始竖起来 其实中字头这些股票 我们说它的主要的性价比 是在于低估值和高峰红 所以他们的每一次上涨 其实是把高峰红这件事的 性价比在逐步的降低 它就是反过来的 所以当中字头的股票 开始出现 45度以上的上涨邪率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应该做的是 一个逆向的减持 或者是做一些波段 所以不排除 我只说不排除 也许最后的那一跌 会有中字头股票同时完成 但可能当中字头股票 一起下跌的时候 你要知道 差不多了 我觉得可能就 共振性的地步 我觉得这一次的 双创的下跌 从我的理解来看 我认为当然不见的时间坏 我说不见的时间 就是它可能会形成一个 共振性的地步 我们一直在等一轮市场 比较大的共振性 中间因为有很多被护盘的资金 各种被打扰了 所以之前的27多 如果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 我们比较认可的一个 上阵的一个低点的话 那么现在其实双创指数 在等一个市场性的一个地步 也许也会有人伸手 但如果伸手一旦放量 也差不多 所以对中字头来看 现在比较难判断的 我觉得比较难判断的是 如果他们出现 共振性的下跌 下一波行情 他们是不是绝对的领军 还是他们只是拖住市场 所以现在我觉得 在里面的人 你可以持 我不建议加 但是如果市场 真的共振性的地步出来 下一轮行情 比如说是不是会回到科技 还是会回到其他方向 那时候可能要再来看 就现在其实是没有办法判断 说中字头 是不是已经成为了 接下来领涨市场的一个主线 对我觉得中字头 要领涨市场 其实对市场 特别是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 是比较残酷的 因为中字头 他的领涨 并不是一种像 以前我们意义中的 像科技这么高弹性的领涨 他的领涨只是相对强势 所以大部分的投资者 依然不太喜欢他们 因为中字头 他背后是一个高分红的逻辑 高分红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他最好的走势 应该就是一年涨十个点 最好的 一般的走势 就一年五到十个点 但对大量的大资金来说 是可以容忍的 这个资金就可以了 但对大量的 个人投资者来说 如果我大部分的投资者 你自问 如果我到股市里面 只为了赚这点 我觉得也不错 但大部分的人是不太运 而且他的股心又不活 所以当他们开始上涨的时候 又因为市值很大 大家会觉得 放弃了70%的股票 当然这个市场 也不是很健康 但是从目前来看 他们是很明显的 有左侧的资金开始接纳 所以这个左侧的资金 一直要接纳到 我觉得双创指数见底 回升的时候 看看市场的活跃性 是中字头 这个搭台 然后一些其他的小品种 或者其他的行业来唱戏 还是双方慢慢的 滚动型的上涨 我觉得这可能要到 节后来做一个分享 好 稍后回来 咱们再来说说别的方向 今天还有像电力 种业 然后科技方面 又是一个领跌的表现 一会儿回来 咱来说说科技 这个调整该怎么去看待 那接着呢 我们要来请出的是陈伟 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 陈伟你好 好的主持人 今天市场在赛道板块方向 尤其是新能源科技 白酒的集体杀跌之下 再次大幅下行 给我们股民又增加了许多新的伤害 投资者都在问 为什么机构资金不断地撤出 他们又撤入到了哪些新的方向 我们股民当前到底应该配置哪些板块呢 如果大家心中也有疑问 想寻求答案的话 那么今天您一定要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去找我们小路里要一份名单资料 这份名单资料既帮我们解释了大盘机构资金不断撤出的原因 也带来一份机构投资者目前比较看好的那些小市值业绩翻倍的品种 我也相信这份名单对于我们股民的未来操作会很有帮助 好 今天的思路主要围绕的就是市场资金不断最新牛的一些潜力方向进行的 我们看到干能股份欧路通这几天时间并未跟随大盘下行 反而是力势冲击了涨停板 而深蓝店A更是上行过程中两个涨停板进入到加速状态 以上公司分属不同的行业 但是我分析了下其背后的逻辑有两大共同点 第一 它们都是一些百亿市值以下的小市值品种 第二 它们在最新的业绩报告中都增速较快 尤其是干能股份 它最新的年报预期增速高达44倍 由此可见 由于现在是年报的披露时间 那些赛道方向如果光有题材缺乏业绩的话 正在不断地被机构投资着调出持仓 而它们买入方向就是目前处于低位小市值状态 但是业绩增速比较快的类型 那么对于我们股民来说 当前到底有哪些公司还是小市值高业绩增速的状态呢 好 每年的1月31号以前 那些业绩变动幅度比较大的公司 必须按规定及时披露最新的业绩预设 这既是机构投资者调仓换股的依据 也是我们股民选股的方向 那么今天呢 这份文件叫年报业绩预增翻十倍 但是股价处于低位的小盘股名单 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 如果股民朋友们这两天也是在赛道板块当中 不断地下跌有所损失 如果您想知道 未来机构资金流出方向的话 一定要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按照弹出的文字内容提示 一步一步耐心去操作 最终添加我们小路里 领取这份名单 我希望这里面的低位小盘股名单 对我们未来的操作会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也有人在问 那么这份名单 它潜在的逻辑和空间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点啊 我们也从事实出发 了解一下最新的盘面表现 比如说中视传媒 就是这几天时间指数整理过程中 一军突起进入到连续涨停状态的公司之一 而它的特点呢 除了电视台的重组消息以外 它也是一个51亿元左右的小市值品种 在最新的业绩报告当中 也是取得了持续翻倍的表现 正是因为如此 连续8天当中出现了7个涨停板 好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深中华A 是一个华自卑的题材概念 但是呢 它也是具备了一个28亿左右的小市值题材 同时呢 最新的净利润也是表现翻倍成长 好 正是因为如此啊 才能够取得16天 12版的强势表现 所以股民朋友们也非常着急 这些业绩翻倍比较多 同时小市值状的公司还有哪些呢 大家请看这张数据的统计 目前两市在年报当中取得10倍业绩增速的公司 共有26家 但是其中有一些市值是比较高的 市值在百亿下的公司呢 只有19家 好 在其中 获得资金关注 由启动机上的公司 我们精选出三家 放在今天的名单当中 我希望他们对于我们的股民会有帮助 而我们的股民 现在用手机 微信扫描屏幕上 邦德二维码 就可以向我们的小助理 领取这份名单 好 下面有几个案例的具体细节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 电力的龙头企业 股价严重超跌 今天是第一次突破了下降趋势的压制 而它符合我们今天的思路 一个是小市值品种 第二个 年报预增达到10倍 跟我们刚才所看案例 有相似之处 再看第二家公司 一个小市值业绩增速达20倍的 旅游行业龙头 技术面已经是双底形成 同时也是获得大量融资资金的买入 最后一个 汽车零部件龙头 也是小于百亿的状态 年报预增高达15倍 技术面形成一个经典的头肩底部形态 这两天呢 也在尝试往颈线上方突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比较看好的几个 小市值业绩翻10倍的公司名单 我们将其放在这份资料里面 朋友们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按照文字内容提示 一步一步耐心操作 就可以领取这份 年报业绩预增翻10倍的 第一位小盘股名单 好 希望这份名单呢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 当前的全新行情 好 以上是最新的分享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回来第一彩金有看头家 为广大用户准备了新年好礼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第一彩金有看头家APP 新年赚好礼天天有惊喜 每天登录到有看头家APP 都可以来参与新年大转盘的抽奖活动 投资大咖的签名书籍 自营VIP特权体验包 超级资金指标 还有2024年的策略报告 都等着您来赢取 100%有奖 欢迎大家去下载并登录 第一彩金有看头家APP 另外呢 这里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在我们的抖音的有看头家APP直播间 现在呢 也有我们今日股市的边前会正式上线了 每一个交易日的五点钟 我们都用直播的方式 互动的方式 和大家呢 在有看头家APP的抖音直播间相见 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观点 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和我们来互动 我们每天也会有不同的嘉宾 希望在每一个交易日的五点钟 我们不见不散 好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一些资金面的数据情况 首先了解一下北向资金 北向资金今天是净流入17.42亿 在互股通方面 今天流入的相对更多一些 25个亿 深股通呢 则是流出的7.6个亿 两融一个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 是在下降 但整体呢 这个下降的速率啊 其实还不是特别快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方面 明天没有新股申购 有一只债可以申购 没有品种上市 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今天是58%对42% 认为短期要减仓的比例更高一些 58% 但是其实也还好 就没有说超过七成 还是一个相对来说略微均衡的状态吧 可能这个位置上 大家也减不下去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仓位的情况吧 加仓的比例有没有上升 好 我们又再一次出现了减仓比例 40%的情况 就之前的 尤其昨天减仓比例是30几 今天你看减仓达到了40 加仓在13 就是在上个周一大跌的那天 我们的减仓比例是达到40的 随后市场是见底回升 谈了几天 我们来关心一下 看看明天吧 因为毕竟已经连续快杀了两个交易日了 中正一千 国政两千 创业版和科创版 都是连续杀了这两个交易日 而且连续下跌的都是一些科技的方向 整体是三根阴线 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 半导体今天跌了4.1% 然后光模块 3.97% 人工智能看一下 3.42%是创出阶段性新低的 数据要素 还没有创新低 但是也比较接近3.08% 就整体去年活跃的这些科技方向 都还是调整的 陈老师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陈老师我记得 其实去年一直说 就是在科技方面是有机会的 但是临近年底的时候 其实已经说不看这条线了 我不知道现在跌下来了 你会觉得说科技里面有机会 还是说也没有 我觉得科技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调整 释放做空动力的这种可能 因为这是去年涨得最多的板块 我们如果是回顾历史上很多的 大的走得好的板块 其实到后边 它都会逐步的回归 这个恐怕这次科技股呢 其实也逃不了这个规律 再加上如果行情总体的板块 就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如果是从平均的角度 哪里的获利盘最多 我相信可能科技股存在的获利盘 还是存在的 当然越到后边 越晚这个感觉到市场 我需要减仓出局的 往往都是最后一批 所以为什么说底部 杀跌的力度会来得这么厉害 都是后知后觉的人的 攒仓出局 所以以现在这样的来看 它其实还是在一个 不管是大盘 总体的这种氛围 还是这些前期 有获利盘的个股 恐怕还会有一定的 释放做空动力的过程 好 那我们来说说操作 在刚才说到 我们这个减仓的投票结果 我们看一下 互动平台网友的观点 一位网友说 减仓减仓 现在离笔步还远 另外一位网友说 呼吁咱们的股友们要冷静 等待A股见底 不悲观 不割肉 当然也不加仓 还有一位网友问到说 不管指数涨跌 有没有长期可以持有的品种 就是长期持有什么品种比较好 不管指数涨跌 那你的意思就是 什么品种能够穿越牛熊吗 来 宁老师 顺带着也解答一下吧 然后也说一说短期的操作思路 我之前提到这些等放量 就是我觉得双创指数就是等放量 这一波下来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 始终没有看到放量 就是量一直出不来 但你看今天跌这么多海锁量 为什么呢 是没有人买 还是 没有买盘 没有买盘 我觉得还是 如果不能放量 那么要极致的锁量 也很难 极致的锁量 它其实也是另一种宣泄的背后 我们记得2016年的时候 曾经看到过一些极致锁量的一些案例 但是极致锁量会很惨痛 如果极致锁量下跌的话会很惨痛 就极致锁量就是慢是吗 就是等于买的人更少 然后大家形成一致于期的下卖 那么它可能会加速 所以我倾向于 应该会在节前看到一个第一点 我认为会有方法 因为这样的快速下跌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另一面的资金会去接一下 但是我们觉得确实 这一波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内国家队的资金 好像是主要就在350 那边的票基本上是不碰 所以它那边的票基本上 大部分主要是一些科技 医药 然后一些民营企业的新能源 它里面卖压是比较重的 卖压主要是来自于500 1000和机构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机构的持仓 特别是公募 公募目前的持仓最重的依然是三个方向 一个是消费 一个是医药 一个是新能源 当然还有科技 还有科技 科技是去年下半年开始加的比较多的 所以这四个方向是最近跌的最多的 所以再像今天北上又是 所以卖压已经一看就知道在哪边了 然后这些卖压如果公募是因为被动卖出的话 那你几乎没有办法 所以我刚才呼吁为什么说机名 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你机名赎回 那他不得不卖 那只能等他出清出完 那这个过程是很惨痛的 但是如果等到卖完以后 也许期温以后会有一定的结果 所以你是不是真的觉得 就现在就是一个流动性的问题 而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我觉得基本面会有问题 但是当这样的下跌的话 一般来说 最后的一波一般是流动性杀出来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很多投资者 在这位置趴下 因为他一定会反上来 你等到反上来以后 你再根据他的基本面去做一些调整 也可以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去卖 第一 其实大部分人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又会推动他的进一步的卖压 因为这位置本来就很低了 所以你赎回他就卖 他不得不卖 所以那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差的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左侧的手去伸 那就会很惨烈 我觉得现在我们不知道 这个左侧的时候 愿不愿意去接这些双创的东西 这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 好 陈老师也来说说 短期的一个操作建议吧 如果你是空仓清仓的 那就是安兵不动的 我都前面讲到这个 就是你抄底的一个原则 你任何一个好的股票 不上五路线你就给我免谈 五路线以下以线的股票 你不反正向上就是被压着的 所以首先你就是空仓的 就肯定是继续空仓了 你短线没有上五路线 你中线没有上五周线 这个都就都不用弹了 你就休息吧 对于一些重仓的朋友 陈老师也讲了 我觉得确实这个位置 你要想下手套那么久 也确实很难 隔不下去 反弹什么时候反弹 确实现在是不确定的 那我们也看到 现在是缩量的一个下跌 对 那有一句老话 缩量下跌就还要下跌 是吧 你现在是看不到 而且还是在有关利好 在释放的情况下 那你可能还是要不 新能源的稳定器 电力系统的充电宝 储能会看作建设 新型能源体系的重力支撑 产业化发展之路 将面临哪些挑战 又该如何突破 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悲观者赢得当下 乐观者赢得未来 只要你不断在定义自己 你还很年轻 我想就让自己成为一个 眼光所到之处 都有阳光的人 这一杯敬未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